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餐桌上摆放多肉可以汇聚气息 稳定家里的气场 对家中的财运有好处 四 稳住 在餐桌上摆放稳住可以很好地稳定家中的气场 保证家人们的情绪稳定 家人之间的关系和谐 家庭和谐自然运势也会有提升 居住者的事业方面会有很好的发展 五 君子兰 君子兰是布置会场装饰宾馆环境的理想盆化 也是耐阴的盆栽室内摆设 将其放在家中的餐桌上 可以起到净化空气 陶冶情操以及美化家居环境等多重功效 君子兰不但颜值非常高 能够给人一种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的感觉 而且它的寓意非常好 象征着家里的家风非常正 家庭成员品行很好 另外从种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现代快节奏都市生活中 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护理家里的花花草草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选择将君子兰放在餐桌上 就更加合适了 因为它非常好养活 不需要精心达理 生命力极为旺盛 六 紫罗兰 紫罗兰受到了众多爱花者的喜爱 它的身上具有多重优点 比如说花朵茂盛 花色鲜艳 香气浓郁等 将其放在餐桌上 不但颜值很高 观赏价值极佳 而且给人的感觉赏心悦目 必然能够促进食欲 让人吃得很开心 一旦饮食摄入均衡的话 必然能够拥有强健的体魄 身体素质会变得越来越好 而且紫罗兰颜色非常好看 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与新生 还可以赶走家中的阴霾与压抑 在其助力之下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能够变得和谐顺畅 而且家人的运势 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提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既然下决心打算养花 那么就要花心思去打理 千万不要不管不问 更不能让紫罗兰直接哭死了 这样肯定会带来 颓败和腐朽的气息 不利于家里运势的提升 七 枝子花 将枝子花放在餐桌上 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 它们叶子翠绿 花朵结白 而且香味清新淡雅 将其放在桌子上 家人在吃饭的时候 既不会觉得它花朵过于艳丽 也不会觉得香味过于刺鼻 反倒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食欲 而且枝子花是非常好养活了 只要坚持每天适量浇水即可 将其放在餐桌上的话 还可以时不时感受花朵绽放的惊喜 会让人觉得十分开心 另外 现如今很多人都住在都市中的 钢筋水凝楼房中 环境会有些压抑 而且空气也不是特别清新 在家里放置枝子花的话 必然可以起到净化空气 吸引浑浊气体的作用 各方面来看的话 都是蛮不错的 而且一盆枝子花 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大概只要40块左右 便可以了 相对于很多其他鲜花来说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 8.绿螺 家庭风水上最讲究长青 因此餐桌上可以考虑下摆放绿螺 因为绿螺一年四季长绿 不仅很耐活 而且对气候要求低 另外它被冠以天然空气净化器的称号 所以在对付甲醛 本等污染物方面可不虚名 9.秋海糖 秋海糖有非常多的品种 一些官叶型的品种就很适合养在餐桌上 它有着非常迷人的彩色叶子 秋海糖喜欢常年温暖湿润的环境 养护的位置要保持通风透光 不需要太多的光照 在光线明亮的环境下就能生长良好 在室内一般是一到两周浇水一次就足够了 10.新叶曼绿融 新叶曼绿融很适合养成盆栽 它和绿螺不同 它有较强的耐旱能力 在低光照和凌凉的位置也能生长良好 可以等土壤完全干透之后 再浇透水 它的叶子不容易发黄 最低养护温度 保持在7度以上即可 11.虎皮兰 虎皮兰是非常适合摆放在餐桌上的 它很容易成为全场的焦点 它是一种非常耐氧的植物 可以忍受阴凉和干旱的环境 不需要经常浇水 如果水多就很容易烂根 虎皮兰摆放在餐桌上就非常迷人 你可以选择一些叶子比较低矮的品种 12.金钻 金钻是一种热带官叶植物 可以保持常年翠绿的状态 喜欢生长在光线明亮的地方 养护的位置保持通风透光 保持适当的空气湿度 不需要光照 也能生长良好 不过要注意冬季防寒 最低养护温度保持在5度以上 生长期可以保持土壤湿润 13.非洲紫罗兰 非洲紫罗兰在室内也能生长良好 它对光照需求不大 每天有一点点的散射光就能开花 浇水的时候直接浇土壤中即可 不需要频繁给水 养护的环境要保持常年温暖 最低养护温度保持在7度以上 14.水仙花 水仙花轻心宜人 落落大方 因为在水中栽培 所以一直有水中仙子的美称 如果将水仙花摆放在餐桌上的话 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观赏作用 在吃饭的时候 也能感受到水仙所带来的美好气息 在水仙花的硬衬之下 一家人能够愉快地用餐 另外 水仙花的花语是认真 执着 完美 如果摆放在餐桌上 有利于家庭的和睦 会让家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此外 水仙在风水当中也有招财的作用 如果摆放在家里的话 会给家人带来很好的财运 15.不同的方向摆不同颜色的话 1.东方 方位分东南西北 每一种都有不同的风水讲究 首先来看看东方位 若餐桌位于烹煮区的东方 那么可以在餐桌上摆放红色系列的花 如红玫瑰 粉色橘等 对主人的身体有一定的益处 且在风水上认为东方为大吉 摆放上红色的花朵 有催旺家韵的功效 当然也可以选择摆放在冰箱附近 有利于吸收不利的支气 2.南方 若是餐桌位于烹煮区的南方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在桌上或是周边 放置绿色盆栽 因为风水学上认为厨房位于南方 长期受太阳之气 主人易乱花钱 若摆放上一些绿色的盆栽 一定程度上有缓和太阳之气 减少乱花钱的倾向 并催动财运储蓄之气 3.西方 若是餐桌位于烹煮区的西方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在桌上 或是周边放置金黄系列的花卉 如水鲜花 郁金香等 给人一种食欲大开的效果 而且在风水上也有团结家人的说法 特别是摆放于窗户位置 还能够挡住夕阳的阴邪之气 4.北方 若是餐桌位于烹煮区的北方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在桌上 或是周边放置橘色系列的花卉 如月季花 君子蓝等 从五行阴阳学角度来看 北方为阴 南方为阳 所以在此处选择一些较亮眼的暖色系花朵 有着散发正能量 增添室内活力的功效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